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当天出来当天就没了 是不是 这样好啊 不用麻烦人 你说你来一期 我活在世上就是麻烦人来的时候 你说说让大伙多为你操心 要不说你说这个人永远不懂我对他的爱 你说你来这一期 青春手艺人我多开心呀 我看出你高兴来了 去年路团宗就没有我师哥 我心里多难受啊 就是 有一期在哪路我忘了啊 师父看见我了 估计也是看见我就想起酒池来了 就问了我一句 说那个 说那个酒男那个酒池现在在哪呢 赶紧跟你说 我说师父 那个诚哥现在在三里屯演出呢 师父说 哦 好吧 好吧 师父就没说话 我一看这时候我得主动说话呀 你怎么说 我说师父您是不是想酒池了 想酒池 你看我能不能带酒池一块来路团宗啊 还真有心 师父照顾孩子 好啊 他来你就滚 这不像我师父说的话 是啊 但是我跟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吗 大伙子我们哥俩搭档到今天九年了呀 嗯 关系多好啊 真是 我觉得搭档这层关系我已经不满足了 不行不行 现在我家庭幸福生活美满 你跟我说家庭幸福婚姻美满是什么意思啊 你想再跟我进乎进乎我呢 家庭挺好的 我没婚 啊 那你 谢谢您啊 祝您未婚是吧 祝您一辈子单身 哎 这什么 什么下诚你都敢接 啊 什么下诚你都敢接 咱们不能再进 搭档不就很好了吗 我要把搭档变成好兄弟 本身咱就是好兄弟 咱哥俩今天当着天津卫视的面啊 啊啊啊 上有天津卫视青春手艺人大招牌 哦 下有天津卫视几个导演躺在地上 哎 就是 躺地下干嘛 咱们今天在这儿 啊 我就跟你拜回把兄弟 说一遍 你你别着急 程序咱们 你拜说一遍 跟你拜回把兄弟 你想认我当干爹啊 那不行不合适吧 你 你的知识有些匮乏你懂吗 不匮乏啊 我紧着说把兄弟兄弟 不是不是磕头 磕什么头 你就是我好哥哥 我就是你好弟弟 明白了吗 哦 这么着干哥们 那对了 按步走走 咱们投一步 投一步干嘛 煞雪为盟 明白了吧 煞雪为盟 我这 那都过去那样 煞雪没问题 现在我给这手咬一小口子 干什么 不不不 我咬一口子你怕什么呀 我没打狂犬一瞄你 你这 不能这样 那就拿刀切 切口 放在碗里头 然后喝下去 把兄弟 不不不 不行不行 怎么了 那更不可以了 怎么了哟 你说的那个我见过 电视里也演过 弄一碗里头 割着水呀是什么东西 反正把手弄破了 往里滴血 对呀 那不行啊 怎么不行啊 万一咱俩那血融一块了 怎么办 干的都不行 成亲的了 多尴尬 就这破包 你玩命乐 你看了吗 真的我现在 我本来今天 我来天津舞 特别开心啊 我觉得我能满满地 度过开心的五天录制 高兴不挺好的吗 你觉得我高兴吗 现在 乔主你挺高兴的 全场啊 录下 加上观众 加上旁边的搭档 后边的导演 一块挤对我呀 人家没人就笑一笑嘛 哪怕有一个姑娘站起来 就难 你要好好活着 我离不开你 我就好好活着 哪怕有一个姑娘这么说就行 我离不开你好好活着 谢谢你姑娘 她说了 你这句话可能拯救了一个未来 非常威 算了算了 她把那话收回了 哎呀呀 快回回回 你杀了 你别惹她了啊 导演都不管我的死活呀 导演说 哎 别都给停了 我想申请下一回的节目在北京路 为什么呀 我让我爸 我救他们把这票都坐满了 咱叫你们家亲戚啊 不干 你为什么你想干什么去 哎呀 男子汉大丈夫 就是 我能干的活太多了 我在这儿我没有什么可以留恋 你能干什么呀 我在这儿我没有留恋的 这儿有能挽留我的地方吗 这怎么又挽留你这么多亲爱的观众 还有什么能挽留我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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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吗 没事了 没事了别忘了 我不行是不是 对了 不行你 哎 你 你忘了这什么节目啊 清真守人呀 对 清真守人 这录像这多好 挣钱 不要了那钱 团统去不去 不去了 伤演 不演了 实队队长 先找一兼职也行 嘿 这兼职也行啦 我能干的工作太多了 嗯 最起码呢 哎 教小孩学相声行不行 你还能教人哪 那是啊 教小孩学相声 哦 因为什么 我从小我可能 就是我父亲母亲对我的管教呢 嗯 就比较严格一些 哦 家教研 所以我觉得我要换一个方式去教育下一代 教育孩子要我说啊 啊 您都差点 我 我差点 他这个人 你别看台上啊 显得特别憨厚老实 我这哄孩子我有耐心烦啊 这叫什么啊 叫外傻内奸 我不爱听这词 你不爱听 什么叫外傻内奸啊 你不爱听我爱说 是吧 你爱说不行 我怎么就教育不了孩子呀 他是个急脾气 各位不知道 你要那么说我不跟你抬杠 对了 他们家教育孩子 要我劝啊 以后您少插手 为什么 教育孩子首先说你急脾气 嗯 孩子也不是自己的 对不对 孩子也不是 我那跟你那不一样 你那你那也是 摄像机先关一分钟 不要不要不要 再打开就剩单口了 我说您的意思啊 孩子不是您自己经常带 那倒是 为什么 嫂子带孩子就好一些 啊 经常跟着他妈嘛 嫂子这个职业呀 还有这个性格呀 脾气呀 都特别温柔 嗯 跟职业有一定的关系 是 嫂子是干什么工作的呀 您说 是这个护士 对 哎 平常都特别温柔 嗯 归照顾人 哎 我记得是最早是在哪个医院实习来的 啊 这个实习期呀 都会犯些小错误 那刚开始吗 嫂子就是 先开始练打针 啊 护士最基本的就是打针 打针书业 这都是 矿子药什么的 嗯 对吧 有一天就是 给那个病人打针去了 啊 你看那病人呀 睡得特别香 哦 嫂子就想我呀 我这个 我轻点 干嘛 就别影响人休息 哦 不叫醒他 给他打针 挺想人休息啊 和那可练技术了 推着这小车 来到这病人旁边 嗯 睡得挺安稳的 嗯 把这针拿出来 换药啊什么的 一系列的动作都弄完了 嗯 慢慢的 把那个 那叫什么压麦袋 对吧 压麦袋 就是绑着那个 对了 把那个先绑好了 嗯 打一打 为了把清筋暴露出来 对把这血管暴露出来 哎 轻轻的轻轻的啊 嗯 你先等会儿 怎么了 怎么了 轻轻的也得上那手呢 往哪打放哪儿啊 得瞄准 别搁自个儿嘴呢啊 不是 这离着远 要瞄准一下 扔过去啊 别扔过去 不是 慢慢过去 手得稳 对 你再跟前呢 慢慢 有点距离是好事 有点距离啊 在这 哎呀 不行不行 这改标枪了 慢慢啊 扎 扎进去 反应了一秒 嗯 扎错了 对啊 扎错 慢慢拔出来 刚开始嘛 实习啊 嗯 很正常 对对对 心里也紧张 嗯 又扎错了 又 又扎错了 哎啊 扎错了 啊 咱们那个 剪断结说啊 哦 扎了二百多回 好嘛 这绣花里了 哎 二百多回 嗯 人家睡着觉 人家能不起来吗 就是 二百多回 蹭就起来了 嗯 你有病啊 就是 你真当我睡着是不是 哦 你当我下窗 你看我怎么打你的 要打啊 嫂子嗷嗷就跑了呀 那能不跑吗 嫂子跑得快呀 嗯 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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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那是狗 跑得快呀 嗯 赶紧跑回家了 嗯 班都不敢上了 不敢在医院了 不敢上了 嗯 怕领导说呀 就是 第二天 第二天 这个院长给打电话了 啊 你过来 你过来 那要惩罚了 说点事 嗯 嫂子进去 不敢说话呀 院长 我昨天是犯错 我对不住你 那可不不 连这对不住这仨子还没说完呢 哦 院长过来 蹭就把手握住了 干嘛呀 好啊 哦 非常优秀啊 为什么 扎得漂亮啊 哦 八年的植物人你给扎醒了 我去你的吧 我去你的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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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